2019年一部陈情令将22岁的王一博推上流量顶尖 伴随流量到来的还有质疑 不看好 很多人断言王一博是红不过两年 但是97年的王一博却在一片质疑声中 在演员艺人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越走越漂亮 97年的王一博虽然是新人演员 却是娱乐圈的老人了 13岁在韩国当练习生 17岁出道 22岁成为大热偶像 或许是从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原因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热 王一博却显得淡定很多 当你仔细去了解这个97年的男孩 你会发现他远比你想象中厉害 很多人说王一博耿直 没情商 就像采访中 他说的那样不愿意回答假的问题 就是觉得这个问题 他确实应该这样说 我不愿说一些就是假的不愿回答的问题就拒绝 也不愿说假话 这样是情商低吗 知识故而不是故 我觉得是对王一博最好的形容 在真真假假的娱乐圈 耿直的王一博反而多了一份真诚 97年的王一博能够大火 我觉得是他身上永远有股不服输的劲 不管是对任何事情 把热爱做到极致 像他说的21岁就认定的是 就算是到了81岁 还能坚持比热爱更酷的是酷爱 由来和王一博能够大霄